下午三點半 歡迎收看大盛先機 我是詹玄 來關心 今天台股中場是漲了83點 收在836點 量能也突破了800有量能 來到了845一量能 那麼期貨漲不來到了90點 好 盤是怎麼看呢 我們先為請要專家 永全國際投顧的韋國欣老師 韋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同大家午安 剛剛一老就趕緊問 老師 我們今天看起來 真的算是雅谷當中獨強 因為本來很擔心說 台股都會受陸骨拖累 陸骨跌那麼深 台股今天表現很好 那麼起貨部分又遇上磨台結算 會不會只是拉高結算的行情 那麼今天怎麼做 還有明天怎麼看 好 主持人把真的重點 全部都問完了 我跟各位講 其實今天這個盤 說真的 今天磨台結算 但是盤中陸骨又跌對不對 跌很深 跌很深 所以今天台股算很強 但是問題就來了 因為一般 其實這一段時間以來 大家都認為台股盤中的漲跌 跟陸骨息息相關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陸骨盤中跌那樣子的話 台股這邊你敢做多嗎 這就是問題的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其實今天這個盤 從某個角度講的話 其實比前幾天的盤 已經簡單太多了 有像昨天 或是像禮拜一有沒有 昨天是大起大落 對 大起大落 哇 急拉急殺 很多人根本就反應不過來 對 各位 今天這個盤 其實算走得很慢 而且只有一個方向 環步的趨勢向上的感覺 所以今天如果選對時間 跳進來 基本上做個多單 還是可以賺到錢 對 今天基本上 你只要開盤以後 你去做多你都賺到錢 可是就看你是要選擇看 還是要跳進來 對 對 對 但是問題就來了 今天這個盤 在開盤這段時間 很多人不敢做多 第一個 重點對不對 你看 幾乎從開盤 到大概9點半 這段時間 甚至可以說到10點鐘之前 這個盤急拉一下 就急殺一下 急拉一下又急殺一下 我請問你 你看這種走勢 我說真的 你敢去報多單嗎 你報一報 馬上跟你往下殺 報會跟你往下殺 我說各位 你的心上有多大顆 對不對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在10點鐘之前 這段時間 如果你沒有上車 去做多的話 哇 真的 10點鐘以後 拉這一波 你大概來不及反應了 對啊 所以各位 今天的盤 你說對 我就說很重要就是 你在這個地方 你敢不敢去報多單 一句話就解決了 雖然說今天這盤 說真的 就像剛剛主人所談的 你開盤以後 你隨處做多 你都會賺到錢 但是你要有那個心臟 夠大顆 去抱得住那個多單 不要震一下 馬上哇 對不對 好的 各位 那終於來了 那為什麼今天 當盤中路股 還在跌的時候 可是為什麼 今天台股 對台子氣這麼強 一路給你拉上去 原因在哪裡 在今天大後 在坐哪一邊 權力做多 權力 對 對 講得好 權力做多 所以各位 要是今天你沒做多的話 唉 你對 你說真的 你也對不起你自己 你也對不起我國際 我天天跟你講這些東西 來 你自己看吧 為什麼今天這盤 對啊 今天為什麼台股這麼強 各位你自己看呢 今天從開盤 從開第一盤開始 看到了沒有 大戶就直接做多 各位 不像昨天 不像之前 昨天這盤不是震盪很劇烈 對不對 往上拉80點 往下撒100多點 哇 昨天這種盤 跟禮拜一 幾乎是同樣的這種盤 很多人 被那個震的七雲八叔 投昏眼後 都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是因為昨天的盤 對不對 前面做多 後面做空 才會造成那麼大幅度震盪 可是各位你看 今天完全不一樣 今天只有一個方向 大戶做多以後 就直接一路給你多 所以各位 你看吧 你今天開盤要是沒去做多 真的好可惜 今天只有一個方向 但是問題就來了 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問題是各位 今天在前半段的時候 因為短線震盪非常的劇烈 所以各位 很多人 就算你去做個多 哇 一下就跑掉 根本不敢去爆 但是各位 你不爆 你看到沒有 我就來了 對不對 那今天大戶是 一路就給你往做多做上去 所以各位 今天 多單要是你沒做 或是做了沒有爆足的話 你看 好可惜 你看大戶再用力做多 但是各位 話講回來 那是因為你現在 你看到說 哎呦 原來我老师 那個大戶力道指標 今天大戶一直在做多 問題是各位 問題是今天如果說 那從開盤開始 要是你沒有看 我的大戶多空力道指標的話 那你今天 你敢去做多 我說各位 這就是問題所在 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各位 每一天每一天 我說各位 盤石的掌與地 不是你猜出來的 我是各位 尤其今天 對不對 這邊 這邊拉上去 就殺回來 我說這種走勢 你多單敢抱得住 你心臟很大顆 如果你不看 大戶多空力道指標的話 你敢一路去凹多丹 那你真的叫做心臟很大顆 對不對 是啊 但是有幾個人 但是有幾個人是這個樣子 各位 你今天你不看 維尤其大戶多空力道指標 你敢去一直抱多丹 我不相信 所以就是關鍵所在 好啦 所以各位 今天這個盤對不對 一開始 縮穿了 你看到沒有 今天其實方向很簡單 比昨天很簡單多了 今天大戶只有一個方向 就做多 不但做多 而且啊 力道很強 對力道還算強的 多方區 對 今天是個趨勢盤 所以今天的 對開盤以後 往上拉 其實幅度還算蠻大的 那各位 不要到了 你真的該做多 可以賺錢的時候 你不去做 被前兩天 那盤來陣地嚇壞 嚇到了你知道 哎呀 這盤該怎麼辦 好啦 各位 這是第一點 但是還沒完 還有 還有第二點 今天這個盤 除了大戶 其實是一路做多 所以各位 你今天該好好的做多之外 第二點各位 今天這個盤 在開盤這段時間 因為震盪的很劇烈 對不對 那各位 問題就來了 在開盤這段時間的時候 我問你 當然這個盤 來回來回 這樣做震盪的話 你曉不曉得 哪裡可以開始做多端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你不曉得哪裡 做多端的話 說真的 過了十點鐘以後 再幾大的話 你敢去追嗎 你還是不敢追 好 重點來各位 那今天最低點多少 今天最低點 就是8271 倒不來 我們稍微照一下 今天最低點 來到多少 就是8271 8271 大概在差不多 9點20分附近的時候 來的 各位8271 好 來 那我問你 那今天的低點 有沒有可能會預先知道 有 有 透過什麼東西 強勢預判 說得好 各位 在8點52分的時候 各位今天早早在8點52分的時候 你看微博信 我在提醒會員什麼東西 強勢預判 各位 因為本來到了昨天的時候 對 上面都是壓力 但是給你注意看 到了昨天位置的時候 本來這個盤 期貨往上去是有壓力的 但重點是 因為今天開盤 直接就跳空 就過了那個壓力線 所以今天的下漲支持 反而要看 第一個看多少 在8281 最差最差 8256 就今天最低點多少 8271 往下穿10點 是今天的最低點 也就是說各位 今天在828級也好 你825級就去布兩筆多單 你等著他來都沒有關係 但是問題是各位 問題是 你的軟體 或是你跟的那些人 今天在8點52分的時候 能夠像微博信一樣 提前告訴你說 今天下檔第一個看這個地方 有嗎 8點52分 今天最低點大概在9點10幾分 快20分才來 足足半個鐘頭之前 跟會員就講 那就在8281那個地方 你看吧 好 周老師 那是什麼意思 來 各位一樣 你看右邊 各位 如果你昨天有看大勝現金的話 我就跟你講過了 因為昨天這盤 前面拉後面不是急殺嗎 昨天殺了以後 到昨天收盤的時候 往上去是有兩個壓力 到不來我們今後稍微再大一點 因為這數字 對 我們對照這個地方來 能夠盡量把這數字 跟這個對照 好 謝謝 各位對 本來到昨天收盤的時候 因為昨天盤中不是殺了 100多點下去嗎 所以造成在短線上 到昨天收盤的時候 上面是有壓力的 但重點是 今天在開第一盤的時候 我把這油門稍微再拉遠一點點 問題是各位 今天在開第一盤的時候 因為是直接對你跳空上去 你看到沒有 今天在第一盤 它跳上去 你看那個十字線 說在什麼地方 各位看到沒有 就是因為昨天的壓力 最上面一個叫做在828 就在8281這個地方 那既然對不對 今天開盤直接跳過那個8281 所以我就跟會員講 這是為什麼下面 第一 我問你嘛 技術分析都跟你講說 壓力突破變什麼 變支撐 對呀各位 我說這個道理你懂 你懂最好 問題是點在什麼地方 才更重要 那每天那個點在什麼地方 你就要透過 對不對 韋國慶這個獨一為的強勢預判 你再看得出來啊 既然昨天的最上面那個壓力 在8281 今天有跳空 有直接一個跳空就上去了 那8281壓力突破 就不是變支撐了嗎 所以為什麼 對反過來8281 要看第一個支撐 也就是說 看後來對不對 在那個9點之後 換來換老半天 為什麼最低最低 才8271 其實各位 就是有沒有 跳過去壓力以後 壓力變成支撐線 所以各位 只是短線 不斷地反复來測 那個8281 好了對不對 而且你看 收了好多好多的下影線 有沒有 什麼叫做收下影線 你去 去除非你就懂啊 收下影代表 這個地方是有支撐的嘛 對啊 今天將來收了 四五根的下影線 都收在8281這個地方 所以各位 後面對不對 就給你拉上去 所以各位 今天整個關鍵 在你曉不曉得 今天有個關鍵的壓力 就是8281 今天一開門跳空上去 已經被站上去突破 各位 這是為什麼 今天我可以早早 在8點52分的時候 就在告訴會員 好了 對不對 那這很簡單嘛 壓力有跳過去 那壓力變支撐 所以支撐 看 第一個看8281 而今天只有一點8271 那你認為今天有難嗎 就各位 今天一開盤 該不該做多 兩個東西都告訴你該做 哪兩個東西 第一個對不對 大戶第一開盤之後 直接做多 這是第一個 走不來 我們看這兩個地方來 對 第一個剛才講過了 開盤之後 今天大戶是一路給你做多 你看 開盤大戶在做多 而指數又突破 站上了那個8281 那個壓力線 對 壓力變支撐 這地方有支撐 然後大戶在做多 那我請問你 對 這兩個全市場上 最強最強的指標 兩兩相對照之后的話 我請問你 代表說第一方 你該做什麼動作 對做多 對呀 還不就簡單了嗎 所以各位 我一再講 我說各位 看盤沒有那麼難 但是問題是 你不透過微微信的 強勢預判 你不透過微微信的 大戶對照指標 你自己在那邊看那個盤 你就看著對不對 行李七上八下 因為你無所 你沒有依據 你不知道怎麼去看這個盤 對呀 給你自己看 我說我們再回到 今天盤中即時 你看呢 前面那一個鐘頭 我們就盡量照這一塊 看到沒有各位 這種盤 我請問你 對不對 急拉一下 而且一殺 還殺回到前 這邊還破前滴 各位到這個地方 你敢去做多單嗎 急拉一下 又跟你急殺一下 所以各位 懂得意思嗎 所以各位 你看 盤中你看這種東西 我說各位 你是在比你心臟 有沒有比較大顆 我說真的 但是問題 你看這種東西 我說你毫無依據 上去又下了 你再安生又下來 怎麼辦 各位到這種地方對不對 你在心裡只是七上八下 你不要說操作 你連看都看在你七上八下 對不對 就是這個樣子嘛 但重點是各位 問題是 為什麼今天在8280這個附近 為什麼之後能夠撐得住 結果對不對 那是唯有透過 唯有信的強勢預判 原來是因為 指數間跳空上去 突破了那個 倒不然放大招這邊來 對不對 是因為指數間跳空上去 突破了昨天 那個8281的壓力線 壓力變支撐了 所以各位 所以為什麼 對不對 晃來晃去 這地方 就是不跌破 收了這麼多根的下影線 在這個地方 看到了嗎 8281 各位 你要期貨做得好 甚至你就說 你要看盤看得懂 那行人看門道 外行人看熱鬧 對不對 你千萬不要每天 當成怒人假怒人 你在那邊看熱鬧 問題是各位 看門道 要透過什麼樣的指標 來看門道 那就是強勢預判 各位 如果你的軟體 我再講給大家 如果你的軟體 沒有違法性 強勢預判 這樣子指標的話 每一天 你怎麼去做 我問你 有時候不要說做 你光看都看你 頭暈眼花的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哪裡該 你心裡面 很踏踏實實 很篤定的知道 我哪裡該做多做空 那各位 所以你看 今天對不對 兩個關鍵的東西 一個 今天開辦之後 大乎直接做多 而且今天那個力道 那個多的力道 還算強的 所以今天一路 就給你拉上去 再來對不對 這個我先跳過一下 快看 再來對不對 強勢預判 昨天的壓力線 最上面在8281 今天開辦 直接跳空 就過了8281 壓力變支撐 所以今天的低點 一定在這個附近 各位 你看 大貨多肯定要指標 強勢預判 多麼重要的東西 各位 說真的各位 其實要是你看大乎 要有過一段時間的話 你會感覺到 各位 其實我有信 對待會員 做起貨 各位 其實東西 對 就是這麼兩個 這麼重要的東西 我一講各位 任督二賣 什麼叫任督 各位 什麼叫做期貨的 任督二賣 第一個 今天的方向 要漲要跌 再來對不對 那今天指數的高低點 在什麼地方 各位 這不就是期貨要做得好 對不對 兩個最大的關鍵 在這個地方而已嗎 但是問題是 市場上多少投資人 第一個 開盤就是搞不清楚方向 再來對不對 只要盤是一震盪 啊完了 不要說做 連看都看不懂 不知道該怎麼辦 各位 這就是過去以來 你期貨做不好 各位 你的兩個大的癥結 都在這個上面 但是我一再講 各位 我希望從今天 從明天開始 對不對 各位你好好的看一看 每一天做期貨 你緊盯著對不對 到底每天開盤以後 到底大會在做多 還是做空 我說不會 那個方向 馬上就出來 是不是對不對 我說會 更講就是 它的力道 不管做多做空 它的力道大不大 那今天的盤中 區間大不大 一看都知道 對不對 全場獨一無二的強勢預判 每次透過那個支撐壓力 一看都知道說 大概今天高低點 在什麼地方 但是各位 期貨的任督二賣 就在這兩個上面 各位 這兩樣東西 你看得懂 你抓了 你抓得到的話 我跟各位講 做期貨有什麼難的 怕就是你不知道 第一個對不對 今天方向在什麼地方 你也搞不清楚 今天大盤高低點 你也搞不清楚 要玩呢 那就亂亂做 然後做一做就賠 做一做就賠 然後之後就開始怕 怕就不敢做 不過就開始觀望 觀望一段時間 手癢又跳進去 坐著又被電一電 這不就是一般投資人 就這個樣子嗎 本來滿腔熱血 想進來做期貨 想幫自己賺錢 結果一做 哇 扒一扒 一做扒一扒 墊一墊 各位你是這樣子的 投資人嗎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話 你來股市幹什麼 但是各位 重點我想各位 不論你過去做的 做的怎麼樣 但重點是各位 我也過去對不對 現在既然已經把 這個期貨的任督二賣 這兩個方法 已經完全發展出來了 那你要不要好的 來看一看 來參考參考 所以各位 我說各位 今天這個盤 如果今天這種盤 你又不敢做的話 結果你看 今天的盤原來夠簡單 再講一次各位 今天對不對 開盤之後 大貨就是一路直接做多 一路就這樣做上去 開第一盤 開始就這樣做 今天跳空上去 一跳過 為什麼今天要跳這個空 因為就是要把 短期的壓力線 給它突破掉 讓壓力變支撐 所以這邊 晃一晃晃一晃 我給你拉這一波上去 各位 有沒有夠簡單 有沒有夠簡單 如此而已 好了 所以各位 我說各位 期貨 當你沒有看過 唯威卿的強勢預判 跟大貨指標走 各位 你不要說期貨難做 那是因為 你們有好的方法而已 好了 除此之外 來我講快一點 那各位 既然對不對 今天透過強勢預判 跟大貨指標 知道說 今天就是要做多 那回到頭 我們講箭頭好了 今天開盤 知道各位 8285 要箭頭就翻多了 你看 箭頭翻多 大貨做多 不是兩者同向嗎 一破就上去 上去以後 對不對 各位 講到上去 還更有意思 今天這盤 其實兩個關鍵 第一個 開盤 你要知道說 8281 那個地方 是已經變成 一個支撐 第二個 上去以後 那箭高點在什麼地方 各位 一個好的指標 不是只有抓一邊 兩邊都抓得住 更厲害 然後重點又來了 那今天最高點 在多少 各位 今天最高點來到 8375 導播來 我們稍微照一下 各位 今天最高點 導播快點 鏡頭照一下 今天最高點來到8375 各位 那我問你 為什麼今天最高點 在8375 你也講不出來 你不知道嗎 好 那我就跟你再看一個口訊 簡單 為什麼今天高點會在8275 各位 因為這個盤往上上去以後 各位 今天以當中的角度來講的話 往上去有兩個壓力 一個在8371 一個在8378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上場壓力的話 就看這7點之內 今天最高點 8375 都在這個地方 好啦 身體關係 我給你看快一點 那各位 這個東西 所以我告訴你 我說真的 我一再講各位 東西啊 就是方法而已 你有這麼好 就有這麼好的方法 各位來 快一點 看這個地方 各位看到沒有 今天的盤 往上彈上去以後 嗯 上面看什麼地方 嗯 各位啊 就在這裡啊 在這裡啊 懂得意思嗎 所以各位 這是上去的 各位 為什麼會彈到 那個8375 因為壓力在837到8378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各位 開盤的支撐在什麼地方 彈上去以後 對不對 往上去 最高會在什麼地方出來 我說各位 都是 各位啊 微微信會呢 眼睛看都知道 所以為什麼各位啊 我可以盤通 很多時候說 各位老師 哦 你為什麼都可以盤通 發這種口訊 什麼介紹的一點 為什麼都視線都知道 因為 講數以半 眼睛看就知道啊 各位 這麼複雜的東西 各位啊 那個過程 微微信我花了好多的時間 把它發展出來以後 可是各位 結論變得很簡單 很精確 很明瞭 那就是你幫助你盤通 他們的關鍵所在 好了 我講快一點 所以各位啊 對 上去以後 對不對 原則上 在8360以上 我也跟會員講 反正也差不多了 能跑就先跑一跑吧 後來最差最差 在8342這個地方 箭頭翻空了 但是大伙沒有做空啊 兩者不同項 對不對 所以我說過嘛 那你這個保守銜的話 多單全部跑一趟 這也已經超過60點了 也夠了吧 後面對不對 你看有來 對不對 每次當箭頭 跟大伙不同向的時候的話 大體上就是來回跟你 震震震震震 一直震到收盤去 各位今天就一趟多 就好了 將近60點 有難 所以各位 今天不就是這個樣子而已嗎 你會 很多人在開盤的時候 看到盤 來來回回 都不敢做 今天就是一個方向 這樣上去 就算盤中 露骨跌 可是因為今天大伙 在強力做多 所以還是撐住了 就是這樣子而已 有難 好了 各位 所以各位 今天這盤 我說真的 一切在方法之內 你 各位 你早早聽微微信的話 我相信早早對你有幫助了 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好 那今天來了 各位 其實各位 剛才講說 那為什麼 當今天 露骨不強的時候 為什麼今天台股這麼強 各位 其實除了今天大伙 強力做多之外 還有第二個原因 原因在什麼地方 我問你各位 昨天的節目 你有沒有看 有看最好 昨天不是開高 往下刹 不是刹尾盤嗎 都不來放大到這一塊來 各位 昨天K線收的時候 在節目上 我有沒有跟你講 我說各位 殺下來你不要怕 因為 因為殺回來的位置 剛好頂到了 從1月份 整個這一波的上升趨勢線 頂到這個地方 我就說各位 通常也講話 頂到這個地方 其實是 往後面來講的話 是有繼續往上 跟你繼續往上談 那你看 今天不是標標 今天整個盤是 不都在微光線 跟你所畫的 這個支撐壓力線之內 你自己看 今天 都不來 我們就到這一塊來 看到沒有 各位 今天對不對 昨天的低點 打到這條B線 今天往上一談 而且我昨天 跟你講 往上去 對不對 小壓力在A的這個地方 你看上一線 在什麼地方 各位 今天對不對 整個的區間 都在昨天 跟你畫過的 那個空間裡面 所以各位 什麼叫做真正有能力的分析師 任何的行情 我都事先跟你畫 畫畫你看 讓大盤來乖乖跟著走 別人誰有本事 跟你做到這一點 各位 什麼叫做 微光線 叫什麼叫真正有本事的分析師 各位 就這樣子 一點一滴 這樣累積 這樣看得出來 其他人 昨天跟你講些什麼東西 哇 大盤要崩盤了 不是嗎 好啦 各位 希望你對不對 跟著真正有本事的人走吧 好 那這個盤 今天上升上之後 那明天開始盤該怎麼看 下一會再說 好 我們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資訊息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永成國際投顧 誠信專業用心 堅強的研究團隊 創造滿意的投資績效 諮詢專線02-2542-8999 2542-8999 永成國際投顧 誠信專業用心 堅強的研究團隊 創造滿意的投資績效 諮詢專線02-2542-8999 2542-8999 婚紗喜宴珠寶大展 25到28 就在世貿三冠 香蕉的花蕊 可以讓男性保健 事半功倍 添加多種營養精華 男性活力 保健首選 更榮獲瑞士發明獎 金牌肯定 健康生活自在無憂 快搜尋香蕉雄蕊 台北國際珠寶金瓶大展 2月15到28 世貿三冠 還在單身嗎 別再作白熱夢了 亞洲超熱門交友APP 爸 這也都是你和媽 年輕時候的夢想 年輕的時候 夢想特別多 結果一樣也沒做 趕快帶媽去完成 哪那麼容易 爺爺給你喝 爸 我們一起去玩 這麼夢想吧 每天兩罐安宿 醫學證明 能增強體力 90天 給你圓夢好體力 亞培安宿 90%喝過都說 真的不甜 原味安宿 好體力 無負擔 無天 吃得大聲 泳城國際投顧 誠信 專業 永新 堅強的研究團隊 創造滿意的投資績效 諮詢專線 02-2542-8999 2542-8999 泳城國際投顧 誠信 專業 永新 堅強的研究團隊 創造滿意的投資績效 諮詢專線 02-2542-8999 2542-8999 惠華丹然先機 今天起先後 是同步走高的 也在雅谷當中 算是賭搶 那麼明天之後 行情如何看大 還有關鍵點位 在哪裡 再把時間交給郭老師 好啊 那今天這個盤 來回正常以後 收盤的時候 下面是有支撐的 所以各位 很簡單 我就想各位 你只要每天 你操作也好 你看完也要各位 你只要每天 老老實實 看看微博圈 直接強勢預判 那各位 今天盤對很簡單 明天開辦之後 下面有兩個關鍵的支撐 這兩個地方 不管明天要不要震盪 只要這邊不跌破的話 趨勢往上就沒有改變 另外對不對 明天大貨要不要繼續做多 那就更是一個關鍵所在 所以各位 明天的盤對 震盪 如果有震盪的話 低檔在什麼地方 大貨要坐哪一邊 方向一下子 可能都看出來 我跟各位講 透過這兩個指標 你要看行情 看方向 看高低點 實在太簡單 我說各位 只怕你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每天的盤 你就亂亂猜吧 你再去猜吧 你再去猜吧 好了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 今天盤大盤表現得還不錯 很多的個股表現得 其實也不錯對不對 尤其很多 本來前一波很強的股票 到了昨天 系列化它真的好厲害 休息一下 對 休息一下 強者還是強 強者 那今天新向不是 加根漲的 6-7%上來 好好強對不對 那各位重點是 你看 新向本來在昨天的時候 往下殺了 將近快8%左右 但是各位重點是 昨天在節目上 昨天節目你看了沒有 各位昨天對不對 我說各位你不要怕 因為本來在昨天收盤的時候 我不是跟你講過了 各位 新向順說短線對不對 收了一根長上影線 再加上又跌一根 我想各位 一般來講你看這種K線 你會覺得說 完了完了 這股票大概要開始 要起跌了對不對 那這個我昨天跟你講 我說各位 你不要怕 因為在微波性的電腦裡面 對不對 因為以新向來講的話 目前它整個 波段的下檔支撐 也就是所謂 這個轉折點 是在這個地方 只要這裡沒有跌破的話 基本上這個股票 就向上的趨勢 就還沒有結束 所以跟你講完之後 那你自己看 為什麼今天對不對 馬上繼續往上拉 就是因為昨天 對不對 因為目前整個內容 它的觀念的轉折點 沒有跌破掉 所以今天馬上 跟你再往上拉一次 所以各位 任何一檔股票 到底對不對 不要因為這種K線 對 這種往下燒 到底它是真正的 要波段結束往下跌 還是說這個地方 只是一個漲多了短線 一個震盪的現象 各位 你唯有透過微波性的 強勢預判 對不對 你看到重點說 資深現在沒有跌破 那代表是這個地方 它來講的話 它只是一個短線的震盪 上面卻就還有機會 除非把它跌破掉 那代表說 整個的上升波 就結束了 所以各位你看 這一波對 星象從79塊 哇 到今天為止 漲了220% 各位 做融資已經四倍了 對不對 可不可以 各位 中間也有震盪 中間的震盪 就是沒有跌破 那個資深 所以可以繼續往上拉嗎 所以各位 一支股票能不能長暴 整個的關鍵 在這個地方 以及大會門 再繼續做多 另外 旺希 我跟妳講了幾天了 對不對 今天也繼續一樣闖波段新高 所以各位 這些股票都是一樣 在昨天有震盪 但基本上 都守在有沒有 那個關鍵的資深在上面去 所以基本上 都還能夠繼續闖進去 而且有沒有 一樣 旺希的大戶 目前做多的力道 甚至相當的強 從上個月底 54塊 這一波 突然買平衡 到今天漲了48% 做融資已經快一倍了 真的對不對 好了 各位 因為陳正希 還有其他股票 沒時間講了 因為各位 重點就是 大發 各位 明天的關鍵點位 在什麼地方 你想預知的話 趕快一通電話進來 好 可以看到 台股今天新貿市場 在紅家軍帶動之下 是大漲了高達83點 那麼奇幅部分 今天也是走高的 換明天之後 台股新人貨盤是如何 請注意鎖定 當時的先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